他这个球的保证程度相当高 灯巴巴底下扛人 这一下还真不是故意 我们看张力和灯巴巴 有冲突了 这还是刚才稍早之前 27号张力和灯巴巴 相互之间的言语上的冲突 没有真正平息 但是长城亚太这边新加盟的塞尔维亚 中卫佩西诺维奇倒是很冷静 对 先把自己的同板给拉开 一哈落过来 大家都是 到了这个时间点和这样的一个比分 确实是很着急 张力被黄牌诊告 连主教练吴金贵也上到场内 要安排诊告 可能 语言上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到现在我们看灯巴巴到现在还不能 还不能平复心情 亚哈落是拼命的在劝他 这妈妈因为平时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